我们就说啊 这个拳风太软了 看看今天给你带来这个美式风格 四星这样的一个认证啊 非常的高了 50%的KO率 最近一场是平衡 这个比较比较高的日元的这个 这个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频率 来个牵手 是 拖手的摆拳 是啊 从第一回合打到现在 一会儿 两个选手都开始催对方的这个 两位选手拼的就有点带气的时候更猛烈带动声带 心里边最深处的那个热血 那个对国家疯狂生长 凶猛 进攻意识很强 对面 联系大夫 推开 我们会合都是强有力的冲拳 觉得出现皮态了 沐村霞其实也不是没有出皮态 他只是隐藏的更好 都不好受 所以在这个我觉得格斗 我们看在技术体系上沐村霞更愿意 我对自己有充足的自信 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很赞赏 但是如果要是一直这么扛的话 我担心他的身体的负担会比较大 希望改变自己 这个压力开始增大了 给沐村霞的压力开始增大了 延续的集中 压过去还是没打到 再中一拳 8回合 我觉得徐灿 说稍微有一点点 但其实这场对攻 我觉得也不如末盘了 对 这双方来讲 这技能很早就是末盘了 哇 这个拼的真凶啊 厉害啊 8个回合了 脚步还是很清零 先崩溃 对 是 追着走 如果要是可以90 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 对 这又远的 就跟游戏进行 牌也到 好可é 但是 一拳就跟游戏 看 三拳 说 都很累了 小拳 而且农村墙早早的这个优源一点没打开呀 如何 也有影响 是 是的 可能是两个进攻性选 没错 是个拼 哦 刚才的那一轮 定点的对拼 等于把木村祥的实际状况 暴露给了3C 哦 这一 还在卖圈绕啊 对 哦 哦 还顶着到肩膀上撞 嗯 就这样拼了 最后的时候满场追着3C的 哎 哦 快 这一回合的前一分钟就把体能打 哦 哦 哎 是 后面可还有一个回合啊 啊 我们看现在两个人的拳击风格就 就是基本功的训练就出现了 嗯 墨西哥风格 轻律性很 哦 哦 中了两拳 三拳 四拳 3C要爆发吗 在这儿 连续惊慌啊 木村祥现在想凶一下去化解自己的压力 这边 轻了 开始轻了 但是 凌许的击中拨木 啊 好 啊 啊 哇 能打满这个三分钟 啊 拼了 一分 哎 40秒 2 3C的脚下 5秒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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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木村祥 脚下都站不住了 是的 啊 哇 哇